第十一題 齒物體在整個運動過程0到8秒間 總共改變方向幾次 我們看到HT圖上面 這個0到2秒是朝正方向運動 2秒到4秒 4秒到6秒是朝負方向運動 所以這裡面改變了方向一次 然後6到8秒又朝正方向運動 所以這裡又改變了方向一次 所以我們總共改變了方向兩次 所以第十一題問我們說 齒物體在整個運動過程中 0到8秒間 總共改變方向幾次 我們答案選的是B 2次